平通县长潘孟安昨天在议会进行县长任期最后一次的施政总报告 而长达90分钟的报告当中 潘孟安是依循网利全程不看文稿 细数8年来的施政成果 事后他也透露说讲到声音都哑了 直接灌了四大湖的温水 不过现在外界也好奇2024是否赖潘配会成行呢 对此潘孟安否认回应 县长任期最后一次施政报告 盘孟安对各界至上谢意 我要特别感激县民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老是觉得这个男人是一个一直跟自己赛跑的人 透过两部影片十张图档 讲述八年施政点滴 尤其布局新债还旧债建设更不等待 八年来长期债务从190多亿降为95亿 短期债务更减债183亿 让屏东财政彻底摆脱叶克模 尊杰开支开源节流 另外在交通方面 高铁南沿中央拍板定案 也串联南台湾科技产业狼带 而潘孟安依循网利全程不看稿 在报告一结束 全场议员也给予热烈掌声 只是潘孟安滔滔不绝 一讲就讲了90分钟 讲到扫声 事后也猛灌温水 一次讲完 不小心超过一个半小时 那实在是非常的渴 一家是灌了四大壶的水 最后三个月任期 今晚潘孟安不懈怠 但外界依旧好奇 2024是否赖潘配成型 对此潘孟安否认回应 太荒唐了这个不可能 透露卸任后会先休息 并回乡种芒果 毕竟当了两届八年的现场 对于屏东稳定发展 潘孟安功不可没 记得出水平报导